防委会将以市价四一折 推新一期三个新陆自居项目 包括游堂高宏苑 粉宁清桃苑 马安山錦柏苑 三个屋苑合共 4,693 个单位 售价介乎$ 79,000 至$ 286,000 预计将于第三季开放申请 第四季选楼 至于三个屋苑当中 以粉宁清桃苑的平均尺价最低 只需$ 4,690 今集香港财经时报 去了粉宁清桃苑实地考察 给大家了解附近地区的生活配套 本宁清桃苑坐落于清河村旁边 亦是清河村第四期扩建楼宇 轮近丝楼遇景峰 和北区医院 清桃苑位于清晓路 将会提供776个单位 预计关键日期为2024年10月31日 清桃苑实用面积由277至449尺不等 以市值41节定价 以市值41节定价 售价格乎$ 117 至$ 229 平均尺价为$ 4,690 是六字居2022中平均尺价最低的屋苑 另外粉宁清桃苑最小的单位面积达$ 277尺 比油堂高宏苑和安山锦柏苑最小的单位面积为大 不是100多尺 根据资料 清桃苑项目为单栋式住宅大厦 将设有停车场等设施 交通方面 粉岭清桃苑位于港铁上水站 和粉岭站中间 距离两个港铁站较远 假设由距离清桃苑较近的港铁上水站出发 需要穿过一条天桥 走向清河村方向 需时15分钟左右 如果搭巴士 则相对方便 在屋苑对面 已经设有预警风巴士站 屋苑旁边都有清河村巴士站和小巴站 来往奥运站 上水站 观塘市中心和大埔等地 清桃苑一带 亦设有单车径 市民可以用单车代步 游走上水和粉岭区 商场设设备 商场设施方面 粉岭清桃苑附近的商场 包括清河商场 清河商场 是距离清桃苑最近的民生商场 几乎落楼就到 当中提供超级市场 中式酒楼、食肆、诊所等设备 康乐活动方面 清桃苑附近设有保荣路体育馆 和北区社区中心及大会堂 满足该区居民的体育和民喻需求 至于医院 清桃苑附近似有北区医院 应付区内的医疗需求 校网方面 粉岭清桃苑附近的清河村 和御景峰均属小学80校网 因此推断清桃苑将同属该校网 距离清桃苑最近的小学 分别有香海正国连社佛教正位小学 或者东华三院马甘燦纪念小学 而小学80校网 包括以下14家学校 中学校网方面 粉岭清桃苑属于北区校网 各校网包含以下6家冰溫学校 由于北区医院训出于北区医院 最好